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患上抑郁症 失去工作能力之余 更是感觉生不如死 他曾经以为自己 嫁到内地可以展开新生活 但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却知道 这个草率的决定 只会让他一错再错 我那个时候26岁 那他就问我 你觉得自己 还有没有时间去犯错啊 那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其实26岁还很年轻啊 即使是我真的嫁了过去 离婚了30多岁 我还是很年轻啊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 那就是 那位基督徒就跟我说 他说我会为你祷告 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这次尝试后失败的话 你一定要回来找神 结果苏已再次分手 但他却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潇洒 能继续为未来的青春寻找机会 失恋之后 他只是一心想着摧毁自己余下的青春 有一天呢 我就 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去想 究竟我要 用什么方法自杀 但是就在那一天 突然间 心里面有个就是 有个声音在提醒我 他说 就是 心里有一个意念 一个想法咯 你再给神一次机会 也再多给一次机会 给你自己 那 我突然想起 我当天曾经答应过那位基督徒朋友 就是如果 我尝试过失败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失败的话 就要回去找神 那在 就是那一天 我就已经决定 自己要回去找神 于是我 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立下一个志的 我就跟神说 我说这次我不再用自己的方法 我会按照你圣经 所说的方法 看看是否真的行得通 如果可以的话 我便不去死 如果行不通的话 我再自杀也不晚 反正我今天已经是打算要自杀了 如果上帝是一个记仇的上帝 他可以因为苏以不守承诺 不将赚到的钱 捐到教会 而让他自生自灭 他也可以因为苏以一错再错 而放弃他 但上帝并没有这样做 他反而耐心地等待苏以认错 改过 这一份无私包容的爱 才是一份真正的爱 当天的晚上 我就写了一封信 给天父 我就跟 就是向天父去忏悔 去认罪 还有呢 就是向他承诺 不会再胡乱拍拖 天父啊 我知错了 我希望真的能学会去爱 也学会如何地去谈恋爱 不再轻率 去开始一段关系 不要再因为渴望被爱 而去谈恋爱 下一次谈恋爱之前 求你教我审慎考虑清楚 自己是否愿意付上真爱 但是以前呢 我就会用自己的方法 努力地争取想要的 努力地寻求所需要的 但是今天我知道就是神 他让我从圣经里面去 学习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等候 而是你要去 就是 是不是要争或者抢 你去就是不要面子 或将一切奉献给对方 就代表对方 就是他会 就是会忠于 会忠于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了 那从圣经里面的价值 我想就是我学会了 如何去 看待自己的身体 如何去持守圣洁了 当苏伊经历过上帝那份 不离不弃的爱之后 他的抑郁症逐渐好起来了 而他也明白到 这份爱对人的重要性 于是他愿意鼓起勇气 向身边的人 分享耶稣的故事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 其实你是不是很怕死呢 接着他很用力地点点头 那我拉着他的手 我告诉他 我说你不用害怕 我说耶稣在陪着你 我说你已经决了志 相信主了 然后他点点头 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了 在那一刻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从前我觉得 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我常常想拍拖 一旦没有拍拖呢 就觉得很闷 觉得很寂寞 但是到了今天呢 我看到一个垂幕 就是在死亡边缘的老人家 我突然间就对生命 有一个新的看法了 然后这位老人家 在他决志之后的两天呢 就这样很安详地过世了 他的决志也都就是 为他的家人 也都算是带来一个安慰吧 因为知道他就是死后 一定能够回到天家 知道将来都有机会可以重聚 我就发现原来当自己的选择 是不同的时候 是可以影响到一个生命 究竟他是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了 我发现原来 原来自己是这么有影响力 所以呢 我心里开始 开始有一个就是心智 要去侍奉神 于是我慢慢的 其实我没有刻意去 特别去戒烟 没特别去拍拖 或者戒 就是心关系 但是当我逐渐地 找到我的生命价值 我不断地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渐渐地 发现这些东西 已经不再是我生命的必需品了 当人找到赋予我们生存意义的上帝 知道明天的方向之后 就不再需要单单依靠其他人的爱 或者物质 去填补内心的空缺 而当我们像苏宜那样 将生命的主宰 介绍给人认识的时候 就会发现自己生存的价值 在08年2月的时候 发生明星 就是不雅照风波的时候 我开始去问神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 那时候神就开始召唤我 站出来去讲见证 去讲我以前为什么堕胎了 我以前如何看性关系了 以及就是讲给那些年轻人听了 但那个时候 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拒绝了神 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 怎么可能公开 这么丢脸的事 说出来后 怎么可能架得出去 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挣扎了大约一个月左右 最后上帝让苏宜明白到 自己今天能够过新的生活 是白白得来的恩典 主耶稣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 来为他赎回 因此他也愿意舍弃自己的婚姻 帮助其他的女孩子 后来其实神让我看到一段经文 在《出埃及记》里面 讲到埃及的收生婆们 他们冒死拯救 以色列的婴孩 神呢就应许为他们设立家事 神又透过这段经文来为我 就是来安慰我 其实这一直以来我都会 我并不会觉得自己堕胎的行为 会是一种罪 一直到因为我常常以为 生下来就是害了他们 但是呢直到我渐渐更加认识了神 我渐渐明白原来神是 就是生命的主 他也都会供应我们一切生活的所需 神不会要我生了孩子 却没有能力养活他的 如果神要给我一个孩子的话 他一定可以照顾到我的生活 那当我开始明白生命 因为神 我记得有句经文的就是说 我来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是得得更丰盛 我真真正的去经历到 我的生命越来越丰盛 我这才发现原来我剥夺了 我自己的儿女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去经历神 以及经历生命丰盛的机会 是直到那一刻 我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 过去我们会做错决定 走错方向 让上帝很伤心 但是他并不会摒弃做错事的人 在圣经里面他多次提到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当我们以为自己不配被爱的时候 上帝依然爱我们 带给我们对明天的盼望 如果这一刻你想感受这位天上爸爸的爱 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宰 欢迎致电人生热线 8100-8012 那地朋友请致电4007-168-968 我们很乐意接听您的电话 以及为您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